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ss学院 在上节课呢,我们已经带着大家通过我们的CURL实现了这样一个文件上传 包括我们的下载 那在做文件上传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以POST的形式来发送我们的数据呀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当我们以POST的形式发送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用到了一个选项叫CURLOPT的POST的Fields呀 那我们这样,这个选项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给个数组,对吧 如果是一个数组,那我们会把这个CounterType设置成我们这个文件上传的这样一个值 那接着呢,还可以给这样一个明值对的字符串 也可以,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发送,叫模拟表单的形式发送我们的数据了 那接着我们可以再来一个这样的例子,假如说来一个第十个 这块呢,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来看一下 第十个,CURLOPT 比较P2P 那接收页面呢,我们来一个DoAction1,当做我们的接收页面 像这里边呢,来发送一点数据 DoAction1 比较P2P 好,那还是一样 那步骤是没变 1,再往下呢,我们以POST的形式来发送数据 OPT到了CH 第一种你可以直接给一个数组 假如说这个数组呢,就是我的个人信息通过表单接收到的信息 像UserName,对应的是King 再往下,PassWord,对应的是,也是King 测试的嘛,再来一个Email,邮箱,对应的是382771946HQ.com 简单的发送这几个数据就可以了 在接收页面呢,我们只用简单的打印一下 Printr到了小线POST 以POST的形式发送,拿它来接收 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第十个 应该接到一个这样的数组 包含了我们的数据 没问题,看到了 你可以这样来写,还可以干嘛呢 假如说我这个数组 我想是这样一个 二维数组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我写一个Date 或者说写一个UserInfo 对应的是一个Date 那看一下是否可以接到 我们来代杂意 得到了一个数组 UserInfo对应的值得到了吗 没有 把这个数组转换成什么了 对,字符Troll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接到这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应该把它 把这个变量 把这个数组我们转换一下呀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的JSON格式 可以写一个JSON Incode一下到了Date 再付给我们的Date 那接着你再打印 你看,转换成了我们这个 JSON形式的一个字符券 那接着我们在打印的时候 想得到这里边的值 使用把它转 反过来是不是就可以了 JSON Decode一下就可以 在Printr也可以接到 JSON Decode一下 到了将近Post过来的UserInfo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内容了 你看一下 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对象呀 包含了我们这些信息 也可以 这是我们所说的数组的形式 注意,如果是多位数组的话 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数据 转换成什么呀 对,转换成我们的JSON的一个 这不错,否则呢 你是接不到我们一个数组中的值的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 把它租掉啊 我们说了是不是还可以 以明知对的形式 表示它也租掉 到了Date 等于一个什么呢 UserName等于一个King 按的Password也等于一个King 再来一个邮箱 Email等于一个382771 946atqq.com 这样的效果 那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给它一个 就可以了 SiteOBT CORL的OBT Post的Fuse Dollar Date 在这呢 只用简单的打印一下 你看一下 传了这样一个明知对的字符串 同样的也可以接收得到 这个呢就没问题了 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模拟我们表单 发送数据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拿它作为一个实际的小例子 就拿我们这个Math学院为例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Math学院改版了吧 是比较高大上了 更清晰了 那接着再往下 假如说打开我们的Math圈 现在呢 你看到我是一个登录的状态 登录之后呢 我就可以这样看一下这个文章 有文章之后 我可以再下方来一个评论 Math改版 不错 高大上的改版 Math学院高大上的改版了 这是我的评论 接着点一下回答 你看是可以的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没有登录 你再看一下 这时候 我们再看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看Math圈 看刚才这个 或者说再来一个都行 我们现在还可以评论吗 是不是不可以评论了 必须先登录之后才可以 那现在呢 我们想通过COL 简单模拟一下 登录之后 再发表一个评论 这样可以吗 可以 能做到 那你看在登录的时候呢 无非是弹出一个表单 让我们来填写应付名和密码 接着呢 发送这样一个请求 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再写一点内容 再点一下 回复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 评论了 那接着来看一下 在这我们打开 我们的控制台 一起来 看一下这个过程 打开一下 来打开一下 这个控制台 右键检查 找到我们的网络 接着在这呢 首先我们要完成一个登录 把它开启啊 画上 就可以保存我们之前的一个日志 那应该先来登录之后 才可以进行一个评论 把它先关掉吧 先登录 好 登录的时候呢 写上我的邮箱和密码 一点登录 你看一下 先把其他的清空 看好了 接着点登录 发送的一个请求 login 可以找到我们这个login 先记录下来啊 一会儿也可以用得到 看一下它的hider 请求的是不是这个页面呀 把它拿过来 假如说我们先放到这吧 这是第一步 登录 登录之后呢 在登录的时候 你看到发送请求的是这个地址 我们发送什么数据呢 是不是通过表单 发送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viewsauce 把它拿过来 这是表单发送的数据 简单看一下 这是防止我们的csrf的 对吧 接着再往下 还有我们的账户名 你看到正好是我的 登录的邮箱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密码 密码呢 简单的 我就写了这样一个名字啊 这是测试使用 之后呢 我们也会更改 这样的效果 好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儿再找到什么呢 我们要发布一个什么呀 发布一个评论 点一下我们的mess圈 是这个页面 接着找到第一个 我们来发布一个评论 看好了 审查一下 检查 接着在这里边写上一个测试 恭喜 恭喜 test test吧 好 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 一点回答 成功 又发送了一个请求 你看到在这 comment 这是我们的请求地址 也是拿过来 这是评论的 评论的哪个页面呢 你看到 在下方 上级来源 是不是有这些呀 对吧 包括我们发送的数据 viewsauce 在这里边呢 这是我们发送的数据 把它打开 我们写了一个test test 其他的我们可以不用考虑 找到我们的内容 有没有test呀 诶 这就是我们的内容 你看test test 这是我们认识的 这是我们登录之后 发送的 那现在我们想通过CYL 简单模拟一下 就像我们这种 灌水机器人 当然呢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攻击啊 只是测试一下 那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那步骤呢 总共就这两个 首先发送一个登录的 接着呢 再发送一个评论的 这样的效果 好 来一个例子 看一下是否可以啊 第11个 我们就来个 Math comment 11 Got Math comment .plp 在这块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先把它推出吧 推出 在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来传上 我们的这个拥户名 和密码 对吧 请求的地址呢 我们刚才也 简单的拷贝了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在这儿来 还是CYL IIT 到了CH 接着先来执行 CYL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发送我们的数据啊 以POST的形式来发送我们的数据 CYL SET OBT $CH CYL OBT 的POST 为1 那发送的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种 名之对的形式 刚才呢 我们也考下来了 POST的FUSE POST的FUSE 写上Dollar Dollar Date Dollar Date等于谁呢 拿过来 Dollar Date 等于 这一块就可以 其实呢 我们就只用要上那个用户名 和密码部分 就没问题啊 拿过来 这个密码呢 也是测试的 之后我也会改啊 你看到账户的名字是谁 密码是谁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呢 我们是不是要来执行了 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CYL EXEC 到了CH 到了RESE 执行的第一个结果 因为呢 一会儿我们还要再发送我们的评论 这样的效果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是否登录成功 我们还echo一下 到了RESE 来运行我们自己的 看一下它的返回值 这块还有点问题 看一下 Network 刷新 Response 没有登录成功吗 没关系啊 我们一会儿还需要 在干嘛呢 还需要来设定一下 一些投信息 我们需要来发送一些投信息 才可以 在这呢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投信息 可以通过 CYL SET OPT 到了CH CYL OPT 的HIDER 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头 HTTP 的HIDER 到了HIDER 定义这样一个数组 投信息的数组 到了HIDER 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ARRAY 因为我们在登录的时候呢 你看到 我们可以自己再来一遍啊 看这个Math这块 也是打开 按照它的形式 我们来做就可以了 跟住了这个过程 稍微的麻烦一点 点一下 登录 好 把它进攻 点登录 在请求这个Login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有哪些 发送了哪些投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拿过来 Request HIDER 我们可以拿一些 像 host的 对吧 我们可以viewsauce host的这些拿过来 host 对吧 接着呢 还可以要 Aurine 先拿过来一个 这是一个 接着呢 还有我们的 这个选项 还可以再来一个 user agent 包括我们的refer refer 看有吗 有 从这来的 上级来源 接着呢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 user agent 这 这 把它拿过来 好 先写这几个选项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啊 那接着 还有什么呢 在这里边 你看是不是还发送了 我们的cookie信息啊 对吧 那我们这块 网站也会使用 我们的cookie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 这个cookie 也要开启 那开启cookie呢 我们有这样的选项 我们来写一下 cyl set opt 到了chcyl opt的cookie session 把它设置成 true 使用我们的cookie 来保持我们的状态嘛 使用cookie 和session 对吧 那接着再往下 还要设置一下 我们cookie的一个文件 保存到呢 包括我们关闭的时候 使用一个cookie的存储信息 cyl的set opt 到了ch cyl opt的有一个cookie file 讲说到了cookie file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cyl set opt的 我们一会再来看这个选项 cyl opt的cookie 架 也是到了cookie file 来看一下这两个选项 什么意思 在这里边也有 一起来看一下 跟cookie 这儿呢 包括使用我们的cookie 一会儿再来设定一下 这个cual的cookie 设置我们的cookie的值 首先看这个 cookiefile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包含cookie数据的一个文件名 cookie的文件的格式呢 可以是这种形式 或者说只是我们纯的 http头部信息 存入的一个文件 第二个选项呢 是到我们连接结束之后 保存cookie的一个信息的文件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告诉它 保存到哪 假如说 定一个 $cookie file 等于 dir name的 下号线下号线 file 保存到 当前目录下的 我们叫 myscookie 这样的形式也可以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设定一下 我们的cookie cualsetopt 到了 cualopt的cookie 名字 名字是谁 名值对的形式 session session name 点身一钢 等号 点身一钢 session id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来 还是需要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跳转呀 你看 从登录成功之后 跳转到哪个页面了 假如说我们再从首页来登 你需要来支持我们的跳转 看好了 我先退出 在这呢 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呢 它自动的跳转到了 个人的一个页面 你看 个人的一个主页 这样的效果 同时呢 我们需要让它支持我们的这个跳转 设定一下 cyl setopt 到了ch cylopt 的 follow 有一个跳转的 follow location 把它设置成处 支持我们的跳转 那再看一下 是否可以 我们刷新 推出啊 重新 在这儿 运行我们自己的这一个 哎 你看到 返回的这个状态 status 是不是success呀 证明 成功了 上级来源 我们这个ask 这块过来的 one pay status 是否支付过 没有 对吧 什么care cost id 也没得到 这样的效果 假如你关心的课程的编号 但是呢 我们在这儿不是做它啊 我们只是简单的 登陆成功之后 我们要干嘛呢 假如说我们在这儿 像这个谷歌签包这个文件 发送一个评论 把它拿过来 这是我们发送评论的地址 就不输出了啊 放到这儿 登陆成功之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发送一个评论了 那同样的 在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一下 我们的评论信息 或者说我们在之前这块 把它拿过来吧 这块也行 这是我们的这个评论 地址 接着呢 这是内容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内容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拿过来 好 那在下方呢 还是是不是要再发起一个请求了 写上一个 CYL SET OPT 到了CH CYL U OPT的UIL 那请求哪个页面呢 是不是请求我们的这个评论的一个页面 评论的这个地址是 comment 它上进来源呢 你可以告诉他是哪个文章 进行的一个评论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时你还是要设定一下这个选项 来设定一下我们的上级来源 假如说把这个Header简单拿过来 再来设置一下 host Aurine呢 我们也可以就改一下这块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上级来源 假如说就评论这个页面吧 refer 这块改一下 好 没问题 那这块呢 也不用变 那设定一下 重新设定一下我们的投信息 setOBT $CH CYL OBT oBT HTTP 到HTTP 到Header 到Header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评论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发送一个数据了吧 对吧 可以通过post的形式发送数据 值数据再变 $CH CYL OBT 到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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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新写一下这个Data等于谁 到Header 假如说就等于我们刚才这一堆 在这边我们来发布一个吧 先手动发布一个 看好了 就这个 我们先手动发布一个 抓一下他的这个信息 检查 在这儿 Network 清楚 写上一个 Hello World 回答 好 成功 接着在这块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发送的数据 把它拿过来 这一串 接着我们再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因为有一个parent ID 好 我们只用改我们的内容部分 看到Hello World了 我写成一个 111 这块来一个222 再重新发布一个 看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边看到了 再写 到了IES2 等于CYL EXEC 到了CH 接着呢 我们CYL Close一下 到了CH 再输出一下 IES2 看一下 现在在这里边呢 我们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评论 当我们运行一下自己的之后 应该有两个评论了 一条评论啊 看好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这个 应该没问题 实验一下 刷新 我们这个跳转 是不是没有写成功啊 哦 没有支持这个跳转 跳转之后有呀 Echo RES2 到了CH 这块 看一下 先看一下是否成功吧 在这块 来 刷新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是哪的问题 host 没问题 对吧 啊 host 变了 host 之前我们是 Math那块 但在这块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来发布一个 检查 它变成Q点 Math点 看不了 再写一个 AA Network 回答 再看一下 comment 它的host 在request header中 找到它的host 是不是变了 包括它的源也变了 Q点 Math点 我们来访问一下 好 找到这儿 这个呢 首先我们先拿过来 这个没变 host变了 host也变了 host在这儿 Q点 Math点 Edo点 com 好 其他的就没变了 那接着再看一下 是否可以 还是这个 刚才没有成功 我们再看一下 一共有几条评论 现在是不是就两条 对吧 两条 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个页面 这次是看到了 Status成功 Parent ID是谁 那接着再看一下 在这边应该有几条了 看这儿 刷新 应该有三条 就证明我们发布这个 成功了 通过我们的CYL 实现了这样一个 发布评论的这样一个功能 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下来之后 大家也是自己来测试一下 不要发太多 不要把我们这个Math学院玩坏了 刚改版 对吧 下来之后 通过CYL CYL 来实验一下 发送我们的数据 发布这样一个评论的功能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